2021年11月15号上午9点半 北京证券交易所正式名落开市 当天上午9点 中心社记者在北交所办公楼外看到 现场有许多市民围观等候 拍照留念 用镜头记录下这一重要时刻 我从来没有炒过股 但是呢我是也想参与 我早晨起来7点半就从家来了 因为也想把这个好消息呢 传递给亲朋好友 和对这方面有关注的人 北交所的这个要开市 想要参与的一种可能和想法吧 就是坚定了我这点 以前没做过啊 所以呢也就投个几十万先试试吧 北交所的成立与开市 除了吸引新手股民的关注 也让老股民颇为期待 据了解 北交所个人投资者的金融门槛 为前20个交易日 账户内资产不低于50万元 有20年股龄的林先生告诉记者 此前他在新三板竞选层已经开户 现已平移到北交所 他认为北交所的成立 为股民投资带来更大平台 投资的也就大概在200万左右吧 我希望也成为第一批的北交所的我们的股民嘛 成立之前嘛 更多关注的客装板 但这次呢 北交所成立之后 更加关注这个科技创新型这个企业吧 希望就是对我们股民带来更好的投资环境 据了解 开市首日 北交所上市公司数量达81家 涵盖了25个国民经济大类行业 其中17家为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先进制造业 现代服务业 高技术服务业 战略新兴产业等占比87% 当天也有中小企业代表 前来咨询新三板挂牌事宜 最主要的是它是要扶持中小企业 全国的中小企业 其实中小企业呢 在全国企业里面 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胜利军 我们公司呢 它主要是一种 是有一种新的技术 要进入市场 利用臭氧新医学的技术 在这个医疗领域站一块 前地 我们在三年以前 就在北交所的前身 我们上了新四板 就新四板挂牌 那是孵化板 我们现在呢 就想从孵化板呢 往前进一步 上到新三板 中国人民大学 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英表示 北交所想要在未来 打造成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主阵地 还应更加明确自身定位 加强制度创新 增强对中小企业的包容性 精准性 可持续性的支持 形成一套支持中小企业发行 上市 交易 审核等方面的创新制度 继续加强数字化 国际化建设 支持创新型中小企业 蓬勃发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